为什么会佛脱空波 这个的典故 是这样子 就是过去世 没有佛的时候 有独觉出世 这个独觉名叫乐极 就是喜好 乐极静 快乐的乐极 这典故出自于药市 独觉他出来脱波 有个长者的妻 看到独觉身心非常清净庄严 就满波的食物给他 有一个佛罗门的青年 他一看 那你这独觉 到底吃什么 翻起来一看 里面吃得真好 他怀疾度心 就把这个波 用手 把这个波一打 这个波就掉到地上 波当然就破掉了 食物就掉了满地 食物掉了满地不打紧 他要用脚去踏 去踩 让独觉没办法吃 独觉就说 如果你喜欢吃的话 你早说嘛 我这个给你就好了 你把我的波打破了 不但我这餐不能吃 以后我怎么去脱波呢 由于这样的因缘 他说这个人是什么 什么人 打破了人家的波 让人家没东西吃的 那个就是世尊 因为以前造了这样的因缘 所以今天空波而还 现在波还好好的 没有破 但是是空波 但是是空波 乔路 躲钢 落 词 落 落 Cott 感谢观看